42. 《文匯報》 舞台青年青英交流營啓動 2015年7月11日《台灣新聞》A 17香港《文匯報》信 記者危夢警上海報導 舞台兩地青年青英交流營昨日正式拉開圍幕 兩岸簽名大學生分別在台灣花蓮和上海參加兩地舉辦的交流活動 同時,首個上海直飛台灣花蓮 並由春秋航空執飛的包機熱於昨日順利啟航 台灣花蓮院政府秘書長顏申張在活動現場表示 相信兩岸同胞都非常樂意往來遊玩 更希望兩岸青年增多交流 了解兩岸各自優點 顏申張表示,青年是國家未來的同僚 此次花蓮與上海舉辦活台交流活動 增進兩岸青年之間的交流 可以讓他們領略到兩岸更多的文化 並將支聯系起來 春秋航空首席執行官張秀智則表示 此次兩地包機 公司特意招募了台灣的飛行員與乘務員 希望能夠提供更好的服務 公司特意招募